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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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跟着自己的内心 创造出来的一首歌 我觉得音乐不讲究时长的 李永浩老师一首歌三秒钟 他也放下来了 这真的不好听的话 一分钟也长 三十秒多长 我在构建这个结构的时候 更多的是在想 根据自身的职业 来说一些用音乐来表达一些 自己的感受 所有灵感都来源你的经历 来源你的阅历 来源你的思考 很多时候生活 像一把刀一样的削你 但是呢 如果你能特别坦然地面对它 双方的削得都挺愉快 挺好的 本来生活就是这样 互相拿刀 互相笑 其实一个歌真的打动你的时候 是因为它让你那一瞬间 你可以感受的美好 这是它最宝贵的东西 我的所有的歌背景都是 一些些想象夸张 然后一些些体验柔和在一起 我听着那个歌词和曲 首先它们是和谐的 第二是 那个词没有谎话 没有编出来的空话 反正我唱的是非常自然地流露 我想献给所有在最困难的时候 为我们这个民族 站出来所有勇敢的人吧 我觉得我想表达的就是在 特别的情况下 特别是当下吧 所有那些能够挺身而出 为我们这个国家 站出来保护 那些人 我觉得他们都是英雄 第一期选了一首 还算是大家印象中的霍尊 但又不一样 可以说也不是那么的中国 比较世界风的那一种感觉 通过第一期的表演告诉大家 诶 霍尊来了 大家可能说 我这是我的标志 《悲伤》是我的标志 怎么样 其实也不是 有 如果我能走更多期的话 就是完全在唱动人上展现的 我推荐的过程 大概讲的就是一个情书 我和一个女孩共同写的情书 很久没写情歌了 从一五年到现在 五年第一首情歌 我觉得爱情永远是人生的主题 第一首歌的话 主要就是写了一下我自己 可能一是想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 然后二是音乐类型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第一文给大家展现 因为我是3月1号写的这首歌 想歌名比较麻烦 就是他们自己想了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给他们去 就是框一个东西那样的 就是把这个想出来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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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